要懂得中国的人和事 一定要读鲁迅 我是徐子冬 今天是第十集 在坟后面 我们要回头去读鲁迅早期的 另一本散文集 热风 这个阅读次序呢 我们是严格依照鲁迅全集的编本 因为坟当中收了鲁迅在1907年的几篇古文文章 所以他排在最前面 我们重点读的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等等文章呢 其实都是1925年才写的 这个25年是鲁迅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而热风呢 收集的则是鲁迅早期的散文 1918年到1924年 一共41篇 那个提记呢 却也是1925年底写的 我自己最早读鲁迅呢 就是热风 首先我们不能错过的是这个 集子的一个提记 很短 但不容错过 在提记里鲁迅简略交代了当年在新青年上做短评的背景 他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在四面受敌之中 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当然了随着五四低潮啊 时过境迁 新文化运动已分化 鲁迅说 所以我的硬实的浅薄的文字呢 也应该置之不顾 一任其消灭的 但有几个朋友呢 却以为现状和纳什并没有大两样 也还可以留存 给我编辑起来了 这正是我所悲哀的 为什么悲哀呢 鲁迅接下去说 我以为凡对于石壁的攻击 文字须与石壁同时灭亡 因为这正如白雪轮子酿成猖獗一般 躺飞自身也被排除 这段话用更浅白的意思来说 就是说我批判文章啊 那我批判的东西要是没了呢 我这个文章也就不用保留了 反过来说 我这个批判文章要是还有价值保留呢 就说明我所批判的东西还在 这段话叫人非常感触啊 我们马上想到今天重读鲁迅 春末闲谈讲西妖风独争啊 叫小青虫不死不活 我就想起我们现在看娱乐至死的那些节目啊 整天什么攻心计啊 什么去哪里啊 会不会也导致这个大脑的不死不活 还有像灯下慢笔 鲁迅说自己换钱成了奴隶而十分欢喜 这个我们今天的辛辛苦苦的功劳啊 做了房奴啊 好像也十分快乐 好 又或者鲁迅早就剧透了清明十三差 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千百万同胞 要重新欧割一群情怀和的恋女 原来呢 一方面说明鲁迅文字伟大 有洞察力 有穿越感 那同时是不是也说明 这个石壁啊 病菌啊 那些问题啊 也都还在呢 我的同学啊 同行啊 王小明在他的鲁迅传序言里有段话 鲁迅屡次说 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 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 他更说 倘若有谁以他为事 他就会觉得悲哀 他事事已经五十年了 这本鲁迅传是1992年写的 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 却还有人与他共鸣 以他为事 他死后若有之 又会作何感想呢 地球已经跨入了20世纪90年代 今天已经跨入了21世纪2018年 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 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 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 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 依然有人 绝不仅仅是个别人 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 绝望的抗战者 发生强烈的兴趣 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 这又是怎样可悲怜的事情 悲怜也好 庆幸也好 我们还是要重读鲁迅 发表在1918年五四运动之前的水感录 看看早年的鲁迅 虽然他当时已经不那么年轻 但是从作家来说 这是早期的鲁迅 十分可爱 随感录35讲的是保存国粹 原来这个前清末年 讲保存国粹 有不同含义 革命制式 说你保存国粹 那就是要反清复明 官员 老爷说你要保存国粹 那就是叫留学生不要剪辫子 好了民国了 上面的两个问题都没有了 那什么叫国粹呢 鲁迅说照字面看来 必是一国独有 他国所无的事物 换句话说 便是特别的东西 但特别未必一定好 何以应该保存 接下去鲁迅打了一个非常刻薄的比方 比方一个人脸上长了个牛 额上肿出一块脏 的确是与众不同 显出特别的样子 可以算他的脆 然而据我看来 还不如将这脆割去了 和别人一样的好 为什么要把国粹 比作脸上额头的刘啊 仓了呢 鲁迅列了几个理由 一 倘说中国的国粹 特别而且好 那为什么现在遭到如此情况 新派摇头 旧派也叹气 这里说的现在是1918年 当时中国的国情 所有的人都不满意 诅咒现状 因为诅咒现状 所以对传统也不满 第二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有国粹的结果 开了海境的缘故 所以必须保存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不好 就是没有好好地保存 祖宗的留下来的东西 现在的话 这是外国人的侵略 但鲁迅就说 海境未开之前 全国都是国粹 理应好了 何以春秋战国 五湖十六国闹个不休 古人也都叹气 还有第三 倘说这是不学 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 卢勋说 那何以文武周公时代 也有咒王暴虐 后来也弄出个春秋战国 五湖十六国闹个不休 意思是说 并不是说传统好 后人继承的不好 在我看来 后面这两段 鲁迅是有点偏激了 民国初年的社会混乱 当然不全是外国人侵略 我们知道这个清廷 又专制又腐败 这个是主要的内因 但是推上去到春秋战国 或者南北朝闹个不休呢 当然中国历史数千年改朝换代 有很多黑暗 但是应该说有些也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吧 同样的时期 我们看看世界史 罗马帝国 欧洲中世纪 还是蒙古 铁莫尔帝国 还有什么奥斯曼帝国 那都是各有各的悲惨 中国还曾经是世界上非常文明的地方 这个鲁勋啊 抄了这么多古书 还用古文写的中国小说史略 他当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所以在这篇水感路里 老是重复这一句春秋战国五湖十六国闹个不休呢 那显然是这个新青年1918年时期的激进的反传统的姿态 除了这个文字的这个效果以外 整个姿态上也有些矫枉过正 好 问题来了 在后人看来 这个矫枉必须过正呢 还是矫枉也不应该过正呢 肯定五四的人认为中国 你看中国历来有皇帝有专制有顺民 从来如此 五四突破在哪里 就突破在从来如此变对吗 喊出这一声变对吗 石破天津 从此中国有希望重生 所以矫枉必须过正 过正 也值得 而怀疑五四的人却认为 世界上先有一个民族 要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光荣 这五四激进主义啊 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 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不断革命 教训惨重 所以交往也不该过正 有趣的是 持这种观点的人啊 在政治光谱上啊 他既有海外 极右的反对派 也有国内很左的国学派 他有一个很奇特的统一战线 问题还有 那现在的国学热呢 他也是某种矫枉 他会不会也要过正 鲁迅说 他的一个朋友说 要我们保存国粹 也需国粹能保存我们 所以鲁迅在这篇短文的结论是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 只要问他有保存我们的力量 不管他是否国粹 意思是说 只要对我们今天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国家有好处的 那不管他是国粹 或者是外来的 都是好的 否则 前面引用过王小明的 1992年的一段感慨 说鲁迅四十五十五十多年了 人们还跟他的激愤言论产生共鸣 说明这个 怎么说呢 药还是化老酸的药 病还是阿Q的病 这个转眼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呢 就在我重读鲁迅的2018年 我偶然看到一个书榜 投名获奖的书 第一名的书就叫国粹 匆匆忙忙一看啊 我这个也还没记得作者的名字 好像是南有余秋雨 北有某某某这样的哈 大家很容易查得到 书我也没看 不敢乱评 只是联想到鲁迅当年 是不是矫枉过正这个问题 觉得鲁迅把国粹比作人脸上长个瘤啊 额头长个仓啊 太可笑了 新青年呢 太不自量力了 国粹 不管他是正面肯定 还是负面的批判 他哪里是瘤 哪里是仓啊 国粹是肌肉啊 是骨头啊 是颈椎啊 是血液 1918年的鲁迅是激进 但也天真 天真的可爱 我们知道 到了1925年 鲁迅就不那么天真了 要是鲁迅活到 他也许会对国粹的持久生命力 刮目相看 说实话 表面上的口吹啊 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要看重 还喜欢 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时啊 美国同学一听说我中国来啊 就问我会不会功夫啊 李小龙啊 或者是 play 麻将 事实上中国现在唯一一位在科学方面 或诺贝尔奖的专家啊 研究成果还真跟中草药有点关系 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京剧啊 武术啊 中医啊都有很多偏见跟反对 这些偏见反对 现在其实是一律无效的 虽然鲁迅对男人半女人这种审美传统 有精道的分析 后来的学者 比方陈平原 他们对武侠英雄崇拜 其实显示民众的怯懦心理 他也有研究 但这都是学术界的研究 与民众跟市场影响不大 哈佛有一个教授叫韩南 曾经写文章 讨论过1895年上海申报的一次小说真文比赛 这个真文呢 是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叫富兰亚发起的 虽然这些小说啊 被称为史上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 好像要二十几篇 后来都被这个传教士带回美国了 到很晚才在图书馆被发现 但是这个实行小说竞赛的题目很有意思 他的主题就是要批判中国三个东西 鸦片 蝉珠和科举 鸦片其实原产小亚西亚 从唐到明在中国都是共品 清淡才普及到明间 进也进不了 所以他算不算国粹呢 蝉珠北宋起 原来就是蝉的千值 并不弯的 从元代开始 要往小处发展 明代呢 更要求要缠到弯工 足形弓弯 三寸精脸 这真是国粹 至于科举制 从唐代到清代 其实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一种官员选拔制度 和社会上升阶梯 对英国后来文官制度都有很大影响 你看 把鸦片 蝉珠科举 三者都并列为国粹 这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但是 另外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国粹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从来都有啊 变对吗 或者问变对吗 也不可以 比说鲁迅一直要分析的 奴隶跟奴才的一同 这些国粹 可能再过若干年 我们还得再读陆续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